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 现在跟老旺女朋友分手了 不想跟他谈了 我感觉他也不想跟我谈了,我也不想跟他谈了 谈了这一个月了,感觉真的有点不太合适 真的感觉有点不太合适 性格有点不合适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爱吵架 喜欢吵架,正常吵架 吵架吵的人心特别累,有点不想谈了 吵架吵的真的有点不想谈了,心里的很 谈了一个月,前半个月非常好,基本上不怎么吵架 这后半个月吵了好多次假的 弄的人心情非常的沉重 而且他花钱太厉害,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而且他总是嫌我花钱花的少 想我不给他买戒指,不给他付出 弄的人没法谈 想起来晚上,他表姐,他妹妹,他妹妹的老公,他妹夫 五个人,两五六个人,吃了六十多,六十五万 吃了两百多块钱,他有点不满意 他有点不满足 他还想我花钱花的少 然后后来我又给了他二十万 又给他买鞋子,又给他妹妹买裙子 又给他买化妆品 那天晚上我就花了总共一百五十万 六百块钱人民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 还是让我再拿四百万买鞋子 所以昨天我就发火了 昨天我发火了,他也发火了 他昨天说让我给他买鞋子 我说前天晚上都花了一百五十万 六百万人民币的 今天又让我拿四百万买鞋子 我说这花钱花太快了,我又受不了 然后昨天,昨天我就没答应他买鞋子 他生气发火了,发脾气的 他让我给他一百万,然后他要给他妈妈呢 我说你拿一百万干什么 妈妈要办什么事 要干什么要用一百万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他也说不出来 他就说要拿一百万给他妈妈 我就拒绝了 我拒绝了以后 他又说让我给他五十万 他要给妈妈 后来我又拒绝了 我最后就给了他三十万 昨天我住宿花了十二万 给了他三十万 然后吃饭又花了好几万 昨天花了五十万 前天花了一百五十万 跟他在一起两千我花了两百万 就是花了八百块钱 他还想我没给他买鞋子 还发脾气发表呢 我真的有点生气 我昨天我也生气 他昨天生气 我昨天我更生气 所以昨天就吵架了 昨天吵架以后 然后我联系方式就散了 现在我也联系不上他的 他也联系不上我的 只能通过他妈妈联系的 我也不想联系的 我打算分手的不贪了 太累了 他不知足 真的不知足 啊两千花了八百块 他还想他还要我买卖戒指 哎 我我真的很很很心烦 我想来想去算了不贪了算了 我现在对他不满意的就是花钱太厉害 买东西太厉害 要钱太厉害 所以不想他呢 哎 在老挝花钱就流水 我感觉这在老挝谈恋 比在国内谈恋还花钱厉害 大家觉得一千花六百 嗯 多不多 那些晚上吃饭就吃饭 还带那么多亲戚来 要吃那么多钱 晚上要吃 吃的吃那么多钱 吃完饭还 还要买买买衣服 买鞋子 又花好多 接着又买花装品 当时我就生气了 这是我对他不满意的就是 花钱厉害 买东西厉害 购物厉害 要想要的他厉害 我感觉我有点养不起他 真的我感觉我真的有点养不起他 所以我打算跟他分手了 彻底分手 昨天是吵架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谈了一个月了 昨天是最严重的一次 互相散了这个联系方式 之前虽然说有吵架 但是没有昨天这么严重 昨天最最主要的 原因是他逼我 买鞋子 我没有买 然后他就发火了 他发脾气发脾气的 全线然后给我脸色看 全线给我试脸色 全线都是吊着个脸 对我态度也不也不好 想我想我不买鞋子 所以我感觉好像不合适 真的有点不合适 嗯 我现在也花了好几千块钱了 跟他在一起 嗯但是他还是 你就是不满意 还是想给他没有买鞋子 他觉得喜欢他的话就就给他买买黄金 因为老外人对这个黄金特别崇拜 老外人特别崇拜黄金 他觉得你给他买黄金 你就是真的爱他 你在他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人 你不买黄金的话 你就不是最重要的人 老外人他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他只要一谈对象他就让买鞋子 他说你买了鞋子 才是对他真的爱 然后 买了个买个戒指 400万所以买了以后 然后 嗯 不知道是订婚还是什么 反正 那个翻译人家我也翻译的也不是很准确 他就说让 让我给他买买鞋子 我就怕万一买了鞋子以后 他又要其他的东西又借着要到时候你 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关键现在两个人又没有孩子 你就是花这道的钱 这说分手立马就分手了说拜拜就拜拜了 要是有孩子的话中间有个牵挂有个纽带 嗯 你分手没有那么轻易分手 因为两个人有孩子 就是吵架吵自己去也会和好 因为肯定会为了这个孩子 没有孩子的话你吵架分了就是分了 就很难再点心 就看哪个人会地图或者是会主动 要是两个人都不主动 我估计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谈了 分手算了 谈恋真的谈得太累了 我感觉这次谈恋 谈得我真的好累 心特别累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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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